中华田园犬与斗犬之王比特混血之后 却诞生了世界最顶级的猎犬 斗犬比特大家非常熟悉这种狗战斗力非常强悍 而且它有个特性 几乎没有痛绝 一旦发动进攻的话 其他的动物越是咬它它会越兴奋 会大量的分泌肾上腺素压制助痛绝 早期的猎人看比特犬这么勇猛 非常喜欢养它去打大祸 但是一段时间 他们发现这种狗虽然战斗力非常强悍 但是智商不太高 一看到大祸就忍不住上前进攻 最终的结果就是受伤惨重 而中华田园犬虽然它战斗力很普通 但是它智商其高 看到大祸的话 很懂得如何与它纠缠 懂得保存自己的实力 于是猎人心想 能不能把斗犬之王比特混血吐狗呢 效果会不会很好 混血搭配之后发现 这种吐猎犬打猎的能力 完全超过了纯种的中华田园犬 与纯种的比特犬 他既然具备了勇猛的战斗力 又富有高超的智商 懂得保存实力 保护自己